你怎么看你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对这么大一群人的产生的吸引力和原因是什么呢 我屁都不是 我也没什么学问 其实很多看逻辑思维的人 有的人说我胡说八道 有的人说我醍醐灌顶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在这个时代 认知是人之间的唯一壁垒了 原来有大量的壁垒 血统啊 出身啊 城市啊 学历啊 官职啊 社会地位 这些壁垒 但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只剩下一个壁垒 就是认知 所以我就干一件事 就是把成本用足 让大家的知识视野 急速扩张 为什么是你呢 走沟史运呢 那是什么呢 进中央电视台啊 我觉得此后很少有人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是我人生当中可以说最有幸的一段 就是在央视啊 你可能也很穷啊 物质生活上你谈不上有多自由 但是你突然获得了一个上帝之眼 虽然很矫情 就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一个村里的秀才一样 写八古文 刚开始两句一定是 盖金智天下 福当今之事 要是就是这样吗 带圣人力言 比如说后来我当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 我觉得每年到了两会期间 他们一般都会要求对话节目 做一个特别节目 那你想想看那每期节目怎么策划 他肯定讲医疗问题 讲教育问题 我突然觉得开那种策划会 就是开国务院办公会啊 虽然我不是总理 没有那样的位置 但是我的视野是那个视野 所以在央视之前 你从来很少用这种视角来看问题 对啊 那是什么感觉 突然被推到一个更大的平台 就那种对人的这种转化和冲击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回忆起呢 那个时候我觉得 人生的自觉性开始出来了 因为这是三十岁前后嘛 三十岁前后 你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活 我当时有一个特别的自觉 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 所以当时一个制片人干了很多事 其实我都不干 比如说定录制现场啊 审片子啊 这应该的职责 我都受权别人干 我就干一件事 就是开策划会 因为这个策划会是 哎呀 说的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 出不触犯刑法 这就是 就是一个叫贪污公款的过程 因为 请各位策划老师 来到我的办公室 教我知识 出的是公款啊 然后我们可以给有一些著名策划 像石树斯 我就发当时已经天价策划费 一千块钱 每天晚上陪我来聊天 我记得我还拿过你们一千块钱 你去过我办公室吧 你懒洋洋躺在我那沙发上的镜头 我还记得 所以那个 在对话的三年 说的不好听一点 我给自己又上了一次大学 后来为什么离开对话呢 因为 有矫情的说法和真实的说法两种 矫情的说法呢 就是 确实感觉到不行 就是传统媒体的那个下滑的态势 这种感觉最初什么时候开始有 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影响力无力 就是对话在最烈火朋友的时候 那真是原非省清时候的甲府 就是你说任何一句话 做任何一个节目 那个市场的反馈是澎湃而来的 你能感知得到 但是当对话的制片人开始为收视率发愁 开始不断地要犹豫 我要不要做一些 就在当时看来 一些没节操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已经分明感觉到 你的那个势能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想变方向 就是我不管干什么 我一定要把自己这张胖脸给露出来 当然这个背后也有一个当时的观察 就是在央视的时候 你分明感知到整个行业的价值 在往人身上转 你这种意识什么时候开始清晰的 其实当时我读你的文章 就是你说一份经济观察报和许致远这个人 哪个分量重 可能从情感的维度来讲 许致远更重 我在身边观察到的也是一样 第一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 王继颜老师去了凤凰 凤凰的策略就叫 我们跟他开玩笑 叫你那哪是半天室 你那叫凤凰广播电视台 所有的人都是在刀逼刀 刀逼刀嘛 你想我们觉得干天室 那至少是对吧 蒙太奇啊 场面调度啊 应该是退辣油一根全用上了 妈的找一个人当话筒架子 对面做一个软子衫 然后就叫做节目 倒是觉得这很羞耻嘛 但人家成了呀 所以这个策略事后是对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百家讲谈 去掉了易中天和于丹那个节目 什么都不是 第三件事情是实话实说 小崔走了之后 这个栏目的收视率是断牙式的吓唬 就所有这些事情 都在告诉我一个警醒的先后 就是这个行业的价值 已经不着落在组织身上 而是着落在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 所以当时我在央视的时候 已经明白 下一步如果我走 那一定是去做一个主持人 不管怎么样 先把胖脸露出来再说 将来可能会有机会 这是一个矫情的说法 就是好像你判断一个下话 那真实的说法其实很简单 我把我当时的领导给得罪了 所以后来顾正习给我踹了这么一脚 所以他现在没有判 他判了之后我真要去看看他 没有他在我屁股上踹那一脚 可能我至今也没有勇气跳出来 所以很多人在说勇气 勇气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东西 勇气就是运气 就是你当时在特定的情境下 你不得不做的选择 不得不走 于是看起来有勇气 所以所谓的战略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好运气 所谓的勇气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不得不 说耶稣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问题啊 一只兔子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个生物体它只要健康 能够做爱和觅食 不感觉到明显的病痛 它就是健康的 那健康也会很焦虑嘛 那你的焦虑是什么 那是正常 对那是什么呢 焦虑 就是实际上 人其实都是在一个非舒适区的 舒适区里是待不住人的 他一定会活得极其的灰败 这个不舒适区对我来讲就是 要不要把这个事坚持下去做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指导 我365天无休的 每天早上6点半发那条语音 首先每条语音60秒精准 你可以试试 每天说到60秒意味着你不断的要试 大概一天如果不顺利的话 你可能得说四五十遍 你才能把它说成整整60秒 然后你中年不能睡懒觉 六点二十闹铃必须想 这就是自虐 所谓的工匠精神 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 那支持你这种自虐的动力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让它可以持续想 这是跟我的年龄有关 我创业的时候40岁 40岁生日那天其实特别有标志性意义 就是假设人生八十 正好是终点 正好是终点 就是你突然知道 此后的日子是比此前小的 我还记得一个场景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给我兜里装了一把枣 我就坐在那个门槛上吃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那一把很多吗 吃的也不干净 地下扔 都看到还生一小伴了 哇都不行了 甚至从地下捡那个 没吃完的早去吃 40岁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就会导致你对时间的感知力 完全不同 那问题是安排完 就是比如这么紧密地做这些事情 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让这一生变得有意义 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些事情 是最让你人生实现意义的事情 是吗 至少我再找它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明天就死 咱俩现在干什么 没长过的事情 没有到达过的高度 没有嗨到那个状态 如果今晚我出门让车撞死 我很后悔 就比如说做这个事情 它会嗨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是一个期待的 哇 商业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 永远没有终极 就在这个时代 你想想看 一定存在一个计划 在中国创业 半年之内成为100亿美金估值的公司 这个计划肯定存在 所以创业太好玩了